十八大召开至今已经十年了 十年来 我们经历了对党和人民事业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 一是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三是完成脱贫攻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团结奋斗赢得的历史性胜利 是标秉中华民族发展史册的历史性胜利 也是对世界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性胜利 对世界根本inflayım 我觉你的深连力